为最大限度满足事故远程排水需求 连日来 救援部门先后从北京 江苏 山西等地 调运了耐高压软管 大功率水泵等救援设备 武警官兵也连续作业排放井内积水 为防止因大量积水抽出 导致地面塌方等次生灾害发生 武警官兵利用六个多小时的作业 开辟出一条长约两公里的双向排水堤坝 为下一步救援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 下一步 我们按照指挥部的命令 在井下的水抽完毕之后 和专业的救援队伍深入井下展开游行工作